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桃园大园区果林里 黄泥水滚稳而下 将门前变成一片汪洋 花浦菜园痛痛遭殃 下水道无法排水 新竹北区进福街变小河 停放路边的车辆轮胎也都泡在水中 泪雨从桃园一路往南下 最大的累积量也是在桃园的大园区有129毫米 其他像是在桃园观音 还有在桃园的龟山也都是有100毫米以上 县重对流往南接近 但雷雨包带来的强降雨 专家提醒周四周五雨是恐怕才是最猛烈 降雨的情况其实是蛮随机的 那有对流经过的地方雨势就会比较大 台北以南一直到高雄屏东 其实都算是西半部的范围 寿西南风及低压带大气持续不稳定 降雨高峰将落在周四周五 到了周六尽管低压带远离 但还是得留意午后局部大雨 周日高压增强平地天气才会好转 所以到了星期天过后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这几天 台湾天气整体来说会是比较少雨 然后天气稳定 回到一个午后雷震雨下机的天气形态 西半部留意纯天 短暂震雨 雨是也将连下五天 外出自备雨具 盛防绝对降雨 近期闻的朋友张信志采访报道 休息一会儿